销量下滑75%,A2奶粉股价能不能买?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源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A2奶粉竟然没有自己的牧场 靠代工做成了奶粉借龙头 没有自己的牧场质量无法保证 在疫情期间,销量和股价齐齐暴跌70%以上 痛定思痛,A2M开始自救 终于狠狠心,拿出了公司账面2.685亿牛币 收购一家新西兰乳制品公司Matera Valley Milk 于2021年6月完成75%股权收购 A2奶粉预计2021年第三季度销售额2.95亿澳币 四季度会大量清理库存,避免奶粉过期 2021年销售额12.5亿澳币,现机流预计为正数 在A2M股价上栽的最惨的可能是投行摩根 其在2021年上半年买入大量A2M股票,且持有看涨期权 据公开买卖数据显示,很不幸摩根在A2M股票上亏损惨重 包括期权到期价值归零,机构尽管血亏 但是还是孜孜不倦地购买A2M股票,对其看好 除去中澳关系和疫情消费力下降的富民影响 有了自己奶源的A2M能够抵抗未来奶制品原材料上涨的风险 同时提高品质,具有大量现金的A2M 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快速收购扩张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